关于人种问题,除了肤色的划分之外,还有种族的概念,它会有细微的差别 还有血型的,我们今天简单讲一下 我们用进化论也好,以前的人确实存在过这种原始性 就是我们有进化的成分,但是我们首先否定了进化论,但是它是有这种演化加进化 你会发现很多时期,包括现在,很多路它停止进化,再往之前确实都发现它的规定,而之后没有 就不再强调了,这些例子太多了 这个种族,它原始性,最早的有这种渔猎民族 就是原始狩猎 这种野蛮性,第一 第二呢,就是它的 就是不老而获 然后再后来呢,它还分地区啊,就是现在这个,像中国的南方 为什么北方人跟南方人不一样 有的时候南方人,你看现在也是太注重经济,它北方人注重这个 这个这个面子,是吧,情意,会更浓一点 这就是南北差异,它也有人种的差异 有人说,南方是马来人种,北方是蒙古人 人种 这是一个大体的区分 当然随着这个中国的不断的多民族融合 你看很多大城市,南方也是,就是百分之多少,一半以上的,甚至三分之二以上的,都是外地区 这个,伊列美族,它就是,野蛮性大一点 原始狩猎,大鱼,就是鱼猎 然后,北方那个时候也有啊,这个,这个,像,那就叫,这个,这个,呃,虚沫 就是说,呃,游恋面 他北方,这边一边,骑着马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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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一马平穿了,那个,那个,呃,他比,那个,南方,就是,到处都是水啊,什么,怎么样 那个地形,都不一样 那叫游恋 那后来发展呢,到畜牧 就是,慢慢的,那个,那个,文古最,最早 那时候还是,呃,游恋没出 但是他们也慢慢,渐渐,畜牧,是吧,养殖 他发现,你就坐在那儿,他就慢慢养啊,就,画个圈儿,圈养 慢慢放牛,养完 然后,这个就,哎,也能有收效,是吧 就不需要你再,不停的去,去一边打,要打完了地盘 你看,那个圆床,打完了,啊,当时打下来都是他的,哎,来了,我听你的,走了,走了,再来嘛 就,管下不了 他说,他渐渐的,这个,站上,站下 就是,叫,畜牧也 畜牧的同时呢,跟这个同步的,像这个真正的中原人 曾经,那是,黄河流域,长江流域 就是说,这个,那时候中国人,他是,就是,资源丰厚,就是有水嘛 有水,然后那个,又又又,不冷不热 所以说,他气候宜人,一年,像我们产量,就,那个叫,一年两季,两年三季 你看,北边就是,一年一季,一年没有季,南方,一年好几熟,虽然好几熟 但是他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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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时候,他那个,没有经过风霜雨雪啊,这种东西 他,他这个这个,呃,营养,或者说,他这个,呃,就是没有 你看,北,他要是经过,呃,这个春夏秋冬,就是说,自然的变化 但是,南方很大,他这种,产物会更好,能适应冷,适应睡,对人体也都好 当然,你看,东北大米,他时间差,一年一熟,我们都爱吃,是吧 这是不一样的,然后就是,中国自古,他就是这种,叫农耕 农耕,加上后来的这个虚木,还是以农耕为主吧,后来虚木,就 吃点,过年过年吃点肉味的,啊,就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